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不知属云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教堂 教堂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就顺着这个教堂走一走 这写的是1643年 看到了吗 这500年了将近 很老 但是这个教堂应该是表面上它应该是整修过的 那几个柱子都是新的 我也不太清楚 我现在走到哪了 走到哪算哪吧 我估计可能下午的时候我也回去充个电 我新年这个录像录太多了 我这个摄像机不一定有出过的电 这边的建筑真是漂亮 我觉得喜欢中世纪建筑的朋友一定要来这边好好逛一逛 这个建筑风格都很不错 你看看 这边你看看它小镇 这种古朴的风格 这个跟荷兰是真像 我觉得荷兰和比利时确实是邻居 建筑风格极其相似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 也不算朋友吧 就是一个Q口上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也在匈牙利上学 他之前问过我一些情况 就是说是不是该出国旅游 是去欧洲还是去韩国 我让我跟他说还是来欧洲吧 然后他就过来了 过来之后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我觉得这个女生也真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们这些就是利用完理就完事 然后昨天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然后他就给我回复了 竟然 突然间涌现了一下 因为他 因为他也去过比利时 好像显示一下他也去过是吧 就跟我说你去根特吧 根特比这个不如日好 然后我昨天又查了一下 根特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他远不如不如日好 但是 根特的一个什么特点呢 它的景点具有丰富性 你看 这个不如日的话就是这些楼 就是这些中世纪的建筑 各种各样的建筑 而你在不如日的话呢 它还有一些城堡 就是说综合性比较强 所以呢 我觉得 可能他觉得那个地方更好一些 因为在不如日不免显的单调